作作七山吉祥年 为了武陵金氏园 平年策帐蜜桃园 人间姓有彭家寨 楼阁征荣筑地仙 彭家寨坐落在湖北恩施 武陵山北路 是厄西土家生活的活化石 这里的人们依山而窄 聚足而居 享受了农村生活的安逸与宁静 我们一天的生活 就是说清早起来 大概应该在六点多就起来了 古丽社里面极其撒着停车 在吃早饭之前就必须要喂猪啊 喂鸡啊 喂鸭啊 这些 一切嘛 还要喂牛 就过了个牛场 还要打猪场 喂鸡 农事与饮食是他们在农村生活中的两个平衡点 日出而作 日落而归 在平时 包面 粑粑 糖豆皮都是土家族最传统的食物 每逢佳节 美食就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意义 就是说一般就是 到三十过年之前 交进了三十的节的时候 有的时候有的民族呢 他就把自己的年饭拌起 从那里开始 但是我们这里呢 就是从很早起来 就将那些菊脚啊 菊头啊 菊尾啊 就将它 嗯 烧好 用那个火 烧好之后呢 就把它洗干净 就在锅里一举 就那时候 首先呢就是 到我们的 我们的唐武啊 也就是说神坎 就在那里呢 就是祭拜祖先 就是说列宫列祖 把年谈了 谈完之后 还要到自己的父亲啊 母亲啊 还就是爷爷啊 婆婆之类的 都要给他送面 也就是说有香 有拿走 还有鞭炮 还要 之所以后呢 还要这样烧完之后 还要拜祭拜之后 还要这样 还要这样祭拜我们的祖先 这种礼节呢 是非常那个的 到了灯与初遇以后 什么不许拉针啊 不许扫地啊 不许推磨啊 还有不许冲队 在土家族 人神共居的宗教信仰 得以保留 但部分传统民族记忆 却处在无人传承的困境之中 譬如说母酱 我们这里说是棉酱 或者是 也就是说 用那个筹发尽那个 还有一种那种 用那种金银花 你们知不知道 金银花 这种瑶米 就是说 它有很长很长的那个臀 就用这种东西编织的 那真的漂亮 可以编很多法文 还可以编很多字 那真的工艺了不起 很久很久以前传统的艺术 手工艺术啊 的确是随着时代 好像消失了 但我认为还很可惜 身处武林腹地 交通受阻 庞家寨因年轻人外出务工 而见失活力 他是否会就此没落呢 三十年前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张良高来到此地调研 老人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仍然激动不已 那个时候呢 太阳刚刚现变 我们这里还是某某一天 我信不 就向那个桥头走去 走到那里的时候呢 我就唱了一十三歌 这三歌就是 八月到访美娃 轰手节礼各个咖 五股百国地质堡 唱片有情赤农家 当我刚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 突然中 有人说 好一个唱片有情赤农家呀 来访此地后 张良高写下了五陵土家 并以县世桃源 暂涌这里的景色 小说著成不久 先前的梁亭桥 正式更名为彭家寨 这也成为了彭家寨人 不向世界的开端 在这里 土家儿女将传统昆俗 融入歌舞 用他们的方式 诠释着民族的歌舞文化 白手舞 曹把龙 作为历史悠久的民间舞蹈 在如今也得到了新的传承 神秘的厄西文化 吸引了外界的关注 带动了当地的旅游发展 这不仅创造了经济效益 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也给土家文化 带来了更多的展示机会 静谧淳朴的彭家寨 也因此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在墨里 新岛里 你是谁 彭家寨向世界输出文化的同时 外界文化也慢慢融入到了村民们的思想之中 制办农家乐 改编传统山歌 村民们正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 书写着新的历史 看到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村寨 老人写下了土家 土家信有共产党 布出武林闯世界的诗句 后来到二零楼年 他有个再次相会的时候 他说要改 后来他高兴的时候 改得好 改得好 改得好啊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如今 彭家寨凭借着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情 一步步走向了更好的发展道路 村落或许已经改变了模样 但过去和未来从来都不曾互相对抗 村寨留存着自己的文化习俗与民族记忆 也在不断包容新的事物 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下 彭家寨终会将恶西的土家文化传向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